腾讯体育8月22日去,在北京时间8月21日的比赛中,中国南兰红队以82比80显身菲律宾队南兰,取得了亚运会的开门红。 这场比赛京都非常激烈,也吸引了很多对手到场观看,南兰两分险胜菲律宾暴露后危险之声,有多少人怀念赵继伟,在中飞南兰的这场焦点战中,亚运会其他的主要对手,几乎都到了现场观看比赛。 在央视体育的转播画面中,也出现了伊朗队的哈达迪和巴赫拉米的身影。 除了伊朗队,韩国队的球员也被拍到出现,在了现场观看比赛,中飞南兰的焦点战这么受到关注,除了中国南兰是独冠热门球队外, 还和贝利宾南兰规划了七十对后来克拉克森参加比赛有关,所以这场焦点战,主要对手也都来到现场观看比赛来刺探军情,研究中国南兰红队的打法和战术,也细细观摩克拉克森的打法和如何限制这位得分能力很强的NBA后卫。 韩国南兰目前在A组一两战权上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,不出意外,他们也将一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,如果中国南兰红队下一场击败哈萨克斯台队的话,那么菲律宾南兰将成为B组的第二名,菲律宾南兰和韩国南兰也将在四分之一淘汰赛相聚。 这场比赛对于韩国南兰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察对手的机会,伊朗南兰所在的B组由于阿灵球南兰退出比赛,导致这个小组只剩下了伊朗南兰和逊利亚南兰两支球队,他们两支球队都已经提前小组出现。 现在,伊朗南兰还没有进行比赛,球队主力中锋哈萨迪商品刚刚好转,但在本届亚运会上,伊朗南兰还是被视作是夺冠最大热门球队,在不采访之前给出的夺冠赔率上,伊朗南兰被看好是夺冠的最大热门,超过中国南兰红队,由于亚运会是在会制比赛。 所以,对手之间互相考察也是常有的事情,在中国南兰红队抵达亚运会前,中国兰协主席高明作为中国男女兰的领队就已经在现场,观看了菲律宾南兰的比赛,在其他比赛里,中国南兰红队也将考察对手,来进行针对性的防守布置,为争夺这一届的亚运会冠军做最好,最充分的准备, Farmacy and 免责争鸣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